欢迎来小镇子,我是启耀 沙努西说,国盟有信心可以手下苏迈巴卡 因为对手太弱了 今天他用的这个比喻呢 完完全全可以彰显出 伊斯兰党和沙努西的整个傲慢的心态 他说呢,国盟啊 目前呢,是以这个每小时100公里在前进的 但是呢,坦白说 就算是我们降到了30公里每小时 我们一样可以领先这个对手 意思是什么呢 在苏迈巴卡这个地方 我们呢,让你一只手跟你打 你都会输我们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沙努西这么的膨胀呢 主要就是他认为 你看,在上次的这个中选的时候呢 我们本来只有一个州议员 但是现在呢,扩展到我们有7个州议员了 这次还不让我们拿下这个苏迈巴卡吗 是天理不容啊 后面我加上去的啦 So,实际上 你在看到了这个沙努西这么的嚣张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啦 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生气 这个人呢,选战还没有打 屁就先放 真的,真的要让他有点眼色悄悄等等啦 OK 在这里呢,先请大家稍安勿躁 其实我认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啊 伊斯兰党跟沙努西 越是嚣张 越是不可意识的话 反而会让西蒙更容易可以赢下苏迈巴卡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我认为呢,这次苏迈巴卡呢 其实是有两个选战是要着重去看的 简单分其实就是非穆斯林跟穆斯林的这个选战 OK 我们先讲说非穆斯林这边 坦白说跟之前不一样 这次团结政府呢执政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对于非穆斯林这边的把握 有没有像之前那么高呢 坦白讲我认为挑战是更高一点点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课题 都是呢,非常的烫手的 包括什么 这个物价上涨了 然后包括呢 近期大家对于这个柴油津贴 这个针对性的津贴 有很多人不满 OK 包括很多的非穆斯林呢 也认为说他们没有被照顾到等等的 除了中央政府的表现之外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这是一场周选 周选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是周政府的这个表现 那么在近期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让人担心的这个新闻 也就是呢 宾州的这个州政府呢 开始调账了整个水费 我之前做过影片解释 其实整个调账的这个幅度呢 差不多是两倍之多 这件事情呢 除了反对党 像这个民政党呢 不停的炮轰之外呢 就连这个直升党的一个议员 包括林冠英跟他的一系列的这个议员呢 其实都是一直去施压这个超官有的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一些 非穆斯林来讲 其实看了也是心里不是职位 再加上呢 这个生活压力不停的升高 水费又往上高 也因此 这一些不满的情绪 是可能会发泄在这一次的周选上的 所以实际上 团结政府除了要去跟这个伊斯兰党 要跟这个国盟呢 去打这个马来选票 要去争取很多的马来选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呢 又要顾及到自己的后营 也就是呢 这个华裔选票 或者呢 很多的印度选民 收到这个拉马沙米的 这个会不会收到他的鼓舞 所以这一边呢 可以讲说是父辈受敌的 但是大家想想看 假设沙努西 假设伊斯兰党呢 这个时候跟你高唱 绿巢会越吹越凶 绿巢呢 大到可以把整个这个 这个槟城州呢 拿下来 他们拿了 松赖巴卡 下一步呢 就是 夺下 槟州的这个政权 那接下去 人民会怎么想 尤其是 非穆斯林会怎么想 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 就在槟城隔壁 这个 吉打州这一边呢 经过了国盟这一手 沙努西表示呢 确定 吉打州这一边 会禁堵 就是博彩业 将会效仿这个 玻璃士州 要关掉 so 其实越是 嚣张 越是呢 大大声的 喊绿巢来袭的话 实际上 反而会让西蒙 在巩固 非穆斯林选票上呢 更加的容易 ok 所以 类似的状况 大家应该在 新骨毛 也可以看得出了 当伊斯兰党 不停的去 强调绿巢 强调马来人主义 强调宗教主义呢 实则上 也是把很多的 非穆斯林呢 不停的 就是往这个 行动党这边送 因为 很多人就算是 不满政府 但是也不能够 接受 国盟的 这一个极端 所以 实则上 这个沙努西 或者这个伊斯兰党 他们越是 高调的话 反而是 帮整个 公正党团结政府呢 省下了 他整个 后方阵营的 这个 这个选战的问题 现在 就反而是 到底 要怎样去 争取 这个马来选民的 这一个 知识 OK 伊斯兰党 当然会一贯的 用很多的 这个宗教种族的手法 那团结政府 这一边呢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你继续 竞争这个极端 保守 你是输定的话 唯一给你的一条路 也就是 你真的 就是要去争取 开明的选票 而你要说 这一个一定是 走不透的嘛 我相信在 槟城州里面 在苏埃巴卡里面 仍然是有不少的 这个选民 是相信服务 也相信说 可以有一个 开明之路 OK 所以 我看到这些新闻呢 我只是为 灰心一笑 OK 沙鲁西就 请你多多的 耍这个智障 多多的 放多一点皮 OK 这期就跟大家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